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灵法门是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离苦得乐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台长也被誉为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近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近年来 卢台长在世界各地的为救度众生与弘扬佛法的努力和贡献 广受国际社会的赞誉与肯定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副盛名的西安纳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近年来 心灵法门在印度尼西亚生根开花 广丽众生 新年一时 卢军红台长新系印尼有缘众生 在澳门法会成功举办之后 不辞辛劳 感赴印尼 与有缘众生广结善缘 共沾法喜 共募佛光 感恩观心菩萨慈悲成全 也特别感恩来自印尼以及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佛光 人间常生众弥陀 修成观音 萨陀佛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和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佛友 和印尼的佛友和义工们 大家新年好 美丽的巴弹岛 气候宜人 岛上的居民 能歌善舞 享有小巴黎岛之称 能来此和各位佛友和我们的朋友们 皆善缘 是我们累世的善根 因缘所致 愿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能够给大家带来 新年的吉祥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天地有阴阳 人间有善恶 人心有智慧和愚痴 每一天的烦恼和压力 想不通 造成了我们人的内心的创伤 全世界患忧郁症 有三亿五千万人 因极度的忧伤 自杀人数为每年是一百万人 相当于整个的巴弹岛的人口 所以很多人生活在害怕自己生癌症 生各种疾病的恐惧和称恨心当中 致使自己的身体经常的失眠 心脏病 吃不下饭 肠胃受损 精神不振 忧愁 自己虽然在人间 但是活得非常的痛苦 前几周 台湾的大地震 又使当地的近两百人丧失了生命 近一千人受到伤害 很多人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还有很多的人 因为把年货都准备好 刚刚想准备过一个好好的年 居然一场大地震 把他们带进了民府 所以我们今天能活着 就必须要珍惜自己得来的平安 现在社会能够平安 就是福气啊 我们对人间的烦恼 今天如果你能想得通 你才是能超越自己的人 人经常的一句话就是我想不通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我走不出来啊 我难过 我忧伤 很多人就是跨越不了自己 所以才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 别人伤害你一次 你心里难过 会在家里伤害自己一百次 所以真正伤害自己的还是我们自己 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控制 但是我们唯一的能够控制的就是自己 有一个印尼的佛友 他去年得知自己患了癌症 还只有一个月的命的时候 他想通了 他学佛了 他天天念经放声许愿 他想我只要念经许愿放声 就是死了我也会上天的 就是他的愿力使他活到今天 他的病情已经好转 正在每天度别人学佛呢 世界上记住 只有一样东西 是别人抢不走的 其他的东西 别人都能抢走 那就是你拥有的智慧 智慧之人 那是开悟之人 一个人一个人想通想明白 什么都无所谓了 你就是开悟之人 永远学习佛法念经 你就是一个解脱之人 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 不要总是给自己找理由 找自己的理由 让自己活得会更痛苦 所以人要学会宽容 能够包容别人 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台长说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一个人才能成功 一个是要学会吃苦 还有一个要学会吃亏 人的宽容 其实是从委屈中来的 很多人受了委屈 他才懂得怎么样宽容别人 学佛人就是要让自己 变得简单一点 每一天变得越来越简单 你就活得越来越快乐 你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了 就会让你现在就无挂碍 有烦恼的人会远离智慧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不会有烦恼的 一定不会有烦恼的 很多人在人间经常在走路的时候 要打听这条路还要走多远 我们说 现在的人主要是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因为别人怎么看我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孤单 害怕别人的眼光 很多人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因为别人会骂我 别人会讲我 所以就变了越来越忧郁 所以不该讲的话不要讲 有一次 有一个禅修法师的一位弟子 匆匆忙忙走过来找他师父 他就说师父师父 边喘气边兴奋地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禅师说 等一下 毫不留情地制止了他 他说 你告诉我的话 你用三个筛子过滤过没有 他弟子觉得好像师父有点不开心 不解地摇了摇头 老禅师继续说 你要告诉别人的一件事情 你至少要用三个筛子去过滤一遍 第一个筛子叫做真实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 是不是真实啊 呃 师父 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大家都在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你就应该用你的第二个筛子去检查 如果不是真的 至少你告诉我这件事情 必须是善意的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 是不是善意的 呃 不 师父 正好相反 他的弟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个禅师不厌其烦地继续说 嗯 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来筛一下 检查 你要告诉我这么急的事情 是不是重要的呢 这个弟子说 那并不是很重要 禅师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 又不是出自善意 更不知道他的真和假 你又何必去说呢 说了就会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惑 其实学博人的话语 是否常常使人得到益处 那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讲出来的话 一定要有意众生 自己过滤一下 你会发现 你的一生说了太多 不应该说的话 伤害了太多 不应该伤害的人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 谨言盛行 少说话 多念经 学会守住自己的嘴巴 不要让自己的嘴巴乱说 当一个人能够不说话 他自然就不照口验 嘴是惹祸的根啊 有多少人讲出去的话 像泼出去的水 哎呀 我刚刚蛮好 不要说的 要面子 没关系 这个事情我来 当了众人的面 要了一个面子 回到家里 我又要花这么多钱 我真是 所以要学会 我们讲错话的后悔 还不如在讲话之前 早一点思考 有一天 有一个林小姐 她在路上 见到自己刚刚认识的男朋友 居然和另一位漂亮的女朋友 在一起 她火冒三丈 第二天 见到这个男友 便怒气冲冲的质问她 好啊 想不到 你竟然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家伙 这个男友急忙解释说 哦 你误会了 误会了 我不是这种人 你才是新的 他是旧的 话语一戳 一出女朋友催了 有一个听众 也是的 当得知 她的妈妈 可能是肝癌之后 还没有确定 家里人都知道 母亲的胆子特别小 大家讲好 全部不要去告诉妈妈 结果就是这位妹妹 她去告诉了母亲 母亲在两周之后就走了 结果死因调查 并不是肝癌 因为她妈妈是心脏病孵发 被吓死的 所以人嘴巴一定不能乱讲话 该讲的讲 不该讲的不要去讲 所以这个妹妹从此在家里 被别人一直全家都在骂她 她自己也是后悔莫及 所以我们要学会 怎么样有智慧 其实很多的人很愚痴 并不是他没有文化 而是他没有懂得 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因缘 他们不知道善恶 树叶所造 现世造业所感 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你就会去做恶的 以为是善的 你做了善的 你以为这是恶的 所以造新业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们很多人造了新业 还不知道是在作孽 就被别人骂了很愚痴 其实因果报应 前世后世都是一种心啊 很多父母亲被孩子气得吐血 伤心欲绝 但是一听到佛法界讲 那是你前世孩子的冤结 那是你前世的讨债鬼来了 妈妈马上想通 开心了 我不生气了 因为讨债的来了 就让他讨吧 我也用不着 气出病来 无人替啊 我们人 经常看得到 未来 这种叫 遇见 遇见是一种梦境 遇见事件可以把我们从梦境当中唤醒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说 君子物之大者原者 小人物之净者小者 说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看得远站得高 你不会被眼前的事情而难过伤心 如果你是个小人 你就懂得先赚他一笔 他就忘了 以后别人有更多好的生意 就不跟你做了 所以要懂得什么叫智慧 什么叫聪明 记住了 聪明就是计量力必得失 我今天能够赚你一百块钱 开心的不得了 但是你可能被人家发现了 人家永远不跟你做生意 而智慧的人 就是我今天跟你做生意 哪怕亏本了 我很讲信誉 接下来生意越做越大 等到以后人家可以给你更多赚的钱 这就叫智慧 我们今天做人也是这样 懂得吃亏就是便宜 我们人要心胸开阔 看得远的人 才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 一个人要站得高 看得远呢 所以比尔盖斯经常说 我永远是拿着望远镜在看这个世界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身体不好 要看到是暂时的 我会好起来 今天我的经济不好 我的孩子跟我感情不好 夫妻吵架都是暂时的 因为我们还有明天 他会变化的 只有在变化当中 能够成长的人 这个人才是勇往直前 不会颓废的智慧之人 所以愿力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要有志气 要有愿力 在美国有一个小学的作文课上 一个老师给他们写一个作文的题目 就叫我的志愿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朋友 他非常喜欢这个题目 快快地写下了他的梦想 他希望以后未来拥有一幢占十余公顷的庄园 在庄园上 住装满了开壁的那种绿树 无数的小屋和烧烤区 休闲的旅馆 他自己要住在那里 还要和以后来旅游的人分享自己的庄园 供他们享乐 写好作文 经过老师的过目 这位小朋友的本子上被划了一个红红的大叉 扒回到手上 老师要他重新写 小朋友仔细看了自己所写的内容 他觉得我没有写错 他就拿着作业本去问老师 老师告诉他 我要你写下自己的志愿 而不是要你写下这些如梦幻般的空想 我要实际的志愿 而不是虚无的幻想 你知道吗 这个小朋友居然还力争 可是老师这真的是我的梦想啊 这个时候老师坚持说 那不能实现的 小朋友 那是一对空想 你要重写 这个小朋友说 我不想改我的内容 老师说 那我就不给你及格 小朋友摇着头 最后那篇作文 得了一个大大的一字 四个二十年 这位老师带着一对小朋友 到一处的风景 优美的度假圣地去旅游 他们在尽情享受过各种美食啊 绿草之后 这个看见一名中年的男人 从他走过来 并自称就是这个老师的学生 这位中间人告诉这个老师说 老师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就是写作文的那个不及格的小孩子 如今我拥有了这么广阔的庄园 真实了实现了我的梦想 老师看着这位庄园的主人 想到二十余年 不敢梦想 他老师自己的生涯 从来不敢越雷迟一步 很感叹 他说 哎 二十多年啊 我为了自己不知道 改掉了多少学生的梦想 而你是唯一保留自己的梦想 没有被我改掉的人 所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学博人不要轻视自己的力量 流水可以滴穿坚硬的石头 弱小的小草可以改变这个大地的颜色 对于陷入深渊苦难的众生来说 我们要用善意的眼神和友好的意念 他都会给别人带来新意 岁月不饶人 把握当下 每时每刻 不要再去伤害自己的心灵 你就拥有了创造生命的奇迹 台长在每星期啊 都会给大家呢 在广播里当场回答问题的 就是在前不久 一个听众打进电话 台长指出他的腰不好 胸闷 颈椎不好 关节不好 浑身无力 手发麻 失眠 听众都认可 并反馈说 念经之后 失眠已经大有好转 台长还看出他居住的屋子不好 因为屋外有一块空地 有灵性 听众回答说 那个之前是一块墓地了 我下面请大家听听这个录音 谢谢 我要问一下 1986年 有火的 你的 腰不好 胸有点闷 心脏 胸有点闷 对 还有啊 颈椎也不好 脖子啊 对 还有啊 关节也不好 对 每天早上爬不起来 浑身无力 对 手还有点发麻 对 整体发麻的 他晚上有失眠的情况 啊 是 他自从念经了 他家不一样了 他家很好睡了 现在好很多 过去 过去失眠很厉害的 啊 是 他在屋子 他住在那间屋子 他住在很冷 那间屋子可以住 他那间屋子 我可以 他那间屋子 我看了 他外面有一块空地 这边空地里面有灵性 他之前是 那边是 是粉墓来的 哦 看见了吗 他现在 找不到屋子 找不到屋子也得找 再住下去的话 鬼就像他生了 听不懂啊 哦 知道明白 感恩 真的很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也不知道 这位打进电话的佛友是 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他们的口音都差不多的 嗯 那个 有一个很富有的人 一个富人 他的儿子呢 在很小的时候呢 就走失了 不见了 这个富翁呢 十分挂念 他的孩子 有一天呢 这个富翁在马路上走 看到有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呢 他盯着他看 越看 越觉得脸熟 最后他认出了 这个乞丐 是他失散多年的孩子 他正想 把这个小孩子叫过来 跟他相认 但是儿子 因为常年流浪 在马路边上 受到别人的欺负 侮辱惯了 他误会了 以为这个富翁啊 叫他过来 又要侮辱他 像其他人一样 富翁见他 走得 这个富翁因为走得太急了 儿子一看 这么个急 人急冲冲地过来 以为要把他抓起来 见官 他又逃走了 这个富翁 非常的伤心 最后 他想出一条妙计 他就说 来 找一个人 去把我的儿子找来 我给他 我给他有一个工作 让他有一个新的环境 这个儿子以为有工作了 就去上班了 每天上班的时候 这个富翁就在窗户上 看着自己的孩子 又不敢相认 守望着他 而且慢慢地提升他的职位 这个孩子 非常胜任 越做越好 富翁觉得 嗯 时机成熟了 就着急的 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 把秘密公开 告诉他们 这就是我的儿子 失散多年的 儿子知道了之后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也敢向父亲相认 这个时候 父子含泪团聚 这个故事 告诉你们 儿子就是我们众生 父翁就是我们的佛陀 众生在人间 长期的生死轮回 早已忘记自己 成佛的本性 受在人间的苦难 并造下了恶因 佛陀知因果救众生 告诉我们众生 你们都可以找到一条路 让你们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 佛以身作者 也以种种的妙法 引导众生 让我们离苦得乐 止恶向善 努力精进 以至成佛 观世音菩萨 也是看到了我们 在人间吃苦 但是又在不停的造业 用无上菩提 威妙圣圣圣圣法 救度众生 所以我们要觉悟 我们要早日超脱 六道轮回 回到天上 父母亲的怀抱中 现在的人 在人间吃苦了 找吃苦的理由 开心了 找开心的理由 明明不是理由 他也要找出理由 整天找理由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连小孩子跟着爸爸妈妈 也一样找理由 台长说个小笑话 有一个母亲说 晚上吃饭 她的孩子 又把那些饭和菜 剩下了很多 她的母亲就教育孩子说 儿子啊 农民伯伯 辛辛苦苦种的 粮食和蔬菜 你这样的浪费 你对得起农民伯伯吗 这个儿子对着妈妈说 是呀 他们辛辛苦苦种的 粮食和蔬菜 妈妈 你烧得这么难吃 你对得起农民伯伯吗 要找理由 谁都可以找到理由 希望我们要把过去的痛苦 不要忘记 不然我们会天天折磨自己 为什么过年是一个新年呢 就是告诉大家 新的来了 旧的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很痛苦的过去 包括我们小时候的痛苦 现在你们还想得起来吗 忘了 我们现在的痛苦 等到有一天 我们在医院里 我们准备离开人间的时候 再想一想 会有烦恼吗 所以不要折磨自己 人间像个舞台 大家都到台上来演戏 很多人演戏 找不到圆满 为此在舞台上吃尽苦头 等到人生结束的时候 他才知道原来人生是做梦一场啊 所以人要懂得 我们的欲望越多 人会觉得失望越多 你想发大财 你一定发不到 然后你就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耐心 承受着痛苦 所以活在欲望当中会痛苦万分 我们人要随缘 该你的就是你的 不该你的你也得不到 所以能够随缘的人 就是有福的人 我们很多人做事情 总不是那么如意 做了很多事情 还解决不了问题 有一个老师问 同学们 我们人要喝开水 如果生火生到一半 柴火不够 那么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有的同学说 我们赶紧去找 有的同学说 我们去借 我们去买 老师说 你们为什么不能把湖里的水倒掉一点呢 这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人要懂得舍才能得 很多人为了得到 但是又不肯舍去 那你永远得不到 所以要舍的人才能得 叫舍得 今天我们舍去身上不应该拥有的缺点 你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爱 你今天就是对父母亲和对妻子 对丈夫 你舍掉自己一点疲劳 多为对方想 多为对方做一点事情 你一定会得到他对你更真诚的爱 这就是懂得人生 这就是懂得人生要舍去人生的名利 你会得到人间更多的如意 我们做人啊 一定要从古代学到现代 从别人身上学会怎么样来生活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奇国 有一个人叫淳于坤的人 他的口才啊非常好 他在皇宫里 他经常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比喻来劝别人 他不讲把事情讲死的 所以别人听了他的规劝呢 非但不会生气 反而会虚心接受意见 所以当时齐国的国君呢 是齐威王 这个齐威王呢 得胜之后 他很聪明 他得胜之后 继承王位 每天沉迷于酒色当中 将国家大事呢 全部交给下面的大臣去管理 自己不闻不问 所以呢 朝中呢 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就多起来的 而且呢 国力呢 也日渐衰弱 此时 很多国家就趁机 要进攻齐国 这个时候 已经入侵齐国 占领了他边上很多的土地 这个时候齐国 齐国上下 都十分的担心国家的命运 但是没有人敢去劝齐国的国王 就是这个纯宇坤 他在皇宫里遇到了齐威王 他就对他说 皇上 您进来可安好啊 很好 大王 我有一个谜语 想给你猜一猜 有一只雄鹰 住在我们齐国的皇宫里 已经有三年了 这只雄鹰啊 既不展翅翱翔 也从来不叫 甚至 大家甚至说他不是一只雄鹰 您说 这是一只什么鹰 为什么呢 这个齐威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 这是纯宇坤在讽刺自己作为一国之君 成天花天酒地 毫无作为 只知享受 所以齐威王听了他的劝 决心要让齐国富强起来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所以他就对着他说 你不了解这只雄鹰啊 他不飞则已 一飞就会冲到天上 他不鸣则已 一鸣就会惊动众生 你等着瞧吧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酒色 开始治理国家 再上用人鼓励那些认真的官员 处罚那些腐败无能的人 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 别的人知道齐威王 又在加强军队的管理 把很多占有的土地都归还了他 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 一鸣惊人就出自一曲 来比喻一个人 如果你有不平凡的才能 你不善加应用 你往往就会被别人所唾弃 如果你这个人有本领 好好地用自己的本性 来学博修心 你就是叫有悟性 所以找回本性 擦亮心灵 让我们今天开始就懂得慈悲别人 当你慈悲别人的时候 你会获得别人的谅解 你会化去很多的灾祸 这就是妙法呀 我们在人间 谁都会出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 尤其夫妻也会出现很多的苦恼 因为婚姻都是一种缘分 所以末法时期感情要特别当心 爱护 稍不留神就会变成恶缘了 台长告诉你们 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子 去参加一个婚礼 那个时候新娘和新郎 随着婚礼进行曲 走了进来 手牵着手 当当当当进来了 走到孩子边上 孩子一看 新郎新娘 这个手都掺在一起 这么好 就问妈妈妈妈 他们为什么手掺在一起呀 妈妈说 我告诉你吧 你知道拳击赛吗 比赛之前都要先握一下手的 接下来就开打了 鼓掌啊 所以我们人 不管对人间什么问题 要笑看 因为有时候你笑一笑就过去了 你今天不开心 明天不开心 你就会永远不开心 你今天不开心了 你要把它自己要消化 让自己变得开心 你就会放下它 我们有时候 心中的艰难不平 我们不要逃避 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它 要用智慧 所以人生在逆境中成长 在顺境中下游 只有在困境中 才会看见 学博人真正的智慧般若 那么第一次到印尼来 那么就受到我们这么多的佛友的喜欢 台长非常的开心 不是喜欢台长 是喜欢台长弘扬的佛法 但是我知道有更多的人呢 起点没有终点的 人是一个活在单行线上的火车 你今天失去了 你就没有了 你今天不当心你的身体 你可能的肺不好了 就割掉了 你今天身体上任何一个部位 你没有当心 它可能就掉了 就像你不当心你的牙齿 你的牙齿会掉光一样 所以我们在人间 想懂得爱护自己 就是爱护你的慧命 懂得珍惜别人 就懂得珍惜自己的慧命 经常有人来问 台长啊 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好的善缘 人家有人缘 我没有呢 他碰到事情就有人帮助 台长教你们个方法 你们就会有善缘 有人来帮助你们了 你们想不想听啊 太简单了 你对别人都好 别人就对你好 这就是善缘 所以我们人要经常懂得说对不起 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碰到事情 西方人就说 哦 sorry 一开口就sorry 对不对啊 在家里老婆跟老公吵架 你说呀 是不是你错的 你就说一句话 我就算了 你说呀 是不是你错 可能我也不知道 他永远不肯说自己错的 其实在西方国家 I'm sorry 对不对呀 I'm apologize 对不对呀 很简单的 中国人啊 就是不肯说 所以我教你们 如果你们开不出口 在没有人的地方拼命地练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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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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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老婆跟你一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冲着她 对不起老婆 讲完了就没了 对不对呀 人有时候就是爱一个面子 这个面子害死人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出生的时候 你是谁都不知道 你带来了什么 你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啊 名字都没有啊 你连你爸爸妈妈是谁都没有 你有什么面子的啊 所以要面子的人是最傻的人 你跟老婆说一句话 说对不起 老婆给你忙一天啊 你对老婆说一句 我爱你 老婆帮你忙一世啊 所以做人要口吐莲花 嘴巴讲出来 要像莲花一样 要语言不识 让别人开心 你才能开心呀 很多人就不肯讲别人好 那你自己难过不难过呀 所以夫妻相处之道 经常说好话 经常说好事 一辈子活着 要多说一点 让人感动的话 要多做一点 让人感动的事 你就是人间菩萨呀 做错事情要忏悔 祝善根 要回向众生 我们要在虚空的世界当中 才能让众生和业烦恼静 真正的学佛人 要心无挂碍 大家记住了 很多人很以为自己了不起 但是时间长了 谁还记得他 我昨天在我们的义工会上说了 当年秦始皇吞并六国 号称秦国第一个皇帝 秦国开始的皇帝叫秦始皇 现在有谁记得他 当年在中国 七七西安事变 张学良多有名啊 谁都知道他 现在的小孩子 叫他们考试 叫他们问题 七七事变的主角是谁 他写上张学友 谁知道谁啊 所以不要争面子 不要为自己无名来制造借口 我们今天好好地学佛 开心地把身体养好 把你的心要是靠你养出来的 所以叫养心啊 心天天烦恼 就是刺激你的心脏 不生气的人有智慧 不反倒的人 更有智慧 能够想得通的人 那才叫智慧之人啊 有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 她来反馈 说自己在两年前 检查出胆固醇和血脂超高 妇科有一个15×13毫米的子宫肌瘤 通过念经修心 两年之后再体检 完全正常 子宫肌瘤居然神奇的消失了 我给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 谢谢 师傅啊 我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我那个两年以前体检出来 那个胆固醇和血脂全部都超高 而且妇科检查出来 还有一个15×13毫米大的子宫肌瘤 然后两年以后就是上个月做的体检 全部都正常了 那个子宫肌瘤就神奇的消失了 你看了吧 我太开心了 师傅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要真心学 你才会这样的 明白吗 谢谢师傅 感恩观声音菩萨 感恩师傅 所以我们人因为长这两个眼睛 是经常看别人的 所以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那么要经常看到自己的缺点 看到自己身上的毛病 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你要学会吃苦 我们要记住 睡得着的人就是已经有福气的 吃得下的人要经常感恩 承受痛苦没有关系 这是宵夜 记住有一句话叫苦尽甘来 任何一个成功的人没有吃苦 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你们吃苦就是在成功的路上正在走着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老婆婆 她不停地在庙的门前在哭 人家看她白天哭 下雨天也哭 很多人都叫她的哭婆 有一个老和尚 看见她整天在庙门口哭 就去问她 老婆婆啊 你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哭泣呀 这个婆婆说了 我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卖伞 二女儿卖布鞋 天晴的时候呢 大女儿的雨伞卖不出去 下雨的时候呢 又没有人去买我小女儿的布鞋 他们挣不到钱 做人怎么这么难啊 老和尚说了 老婆婆啊 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反过来想呢 大晴天的时候 你小女儿的鞋垫门口 蒙停落势 下雨天的时候 街上的人拼命地冲进你的小女儿的伞铺里 去买伞啊 这样你不就是不难过了吗 老婆婆听后 嗯 很有道理 从此就不哭了 所以我们做人 换一种心情 看见希望 学博人懂得世事无常 心存正能量 把人和好的事情尽量往好的地方去想 人一看见别人 先要看见别人的优点 不要看见人就想到别人的缺点 台长告诉你们 在人间异性相惜 同性相斥 所以男的看到女的 或者女的看见男的 总是先看他 嗯 这个人很好的 他很好 看他优点 不看他缺点的 如果两个女的在一起 一看见 哎呦 化妆化的那个样 所以要学会人 不要活在渺小的 个人想象的思维空间当中 因为你把人家想得不好 慢慢的 你就会觉得他不好 如果你今天把他想得很好 你慢慢的 心里就觉得他是个好人 你的正能量 就能够吸收他的 这个正能量 所以我们人不要经常后悔 放不下自己 有智慧的人 不会对财富有要求 满足了 够了 我就可以了 而很多人不停的要 不停的需求 他就永远活在不停的痛苦当中 所以在生活当中 被别人诽谤 被别人误解 误蔑 要学会自己解脱 我昨天讲了 当你自己 不去接受他 诽谤的礼物的时候 这个礼物还是还给他 所以别人骂你 你笑嘻嘻的 别人会生气 你看这种人 我骂他 他还笑得出来 越来越生气 所以 有一个人 他这个人非常善良 他帮助人家痴呆的儿童 把家里的很多钱都用了 太太呢 看见他整天帮助别人 跟他离婚了 很多人不理解他 骂他 他就一笑置之 有一天 他收到一封信 信上 只写了两个字 白痴 骂他的 他非常幽默地 对朋友说 一般人啊 写完信 忘了签名 但是呢 我今天收到一封信 只有签名 却忘了写信的内容 心中要自己取得平衡 才能消业障 我们要意念的平衡 才能消除心中的烦恼 台长 告诉大家 我们人啊 有时候啊 因为 哎哟 时间过得很快 要多留点时间 给大家看头疼了 所以 你看 刚刚提早鼓掌的 都是想看头疼 不想听台长讲法的 我们 记住 不管自己多少有才能 多么富有 永远不要去跟别人比 因为你跟别人一比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贫穷 所以 大海纵然辽阔 山纵然高 但是 我们 要看到 海的边上 最远的地方 还有天 山 最远那么高 但是还有地球的 那一端 所以 要学会 平衡啊 人的一生 占不尽的便宜 吃不完的亏啊 吃亏的时候 不要难过 因为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又占便宜了 占便宜的时候 也不要过分的开心 因为你很快 又要吃亏了 所以 平衡是最重要的 世界上 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你自己 只有自己的心 要跨越大海 越过山峰 你才是真正的智者 了解自己不容易 了解别人更不容易 台长说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公司的经理 叫秘书 给老板一个公文 上面写着 老板 欧洲有一批订单 我觉得应该派人 去和他们开一个会 老板 在公文的后面 批示的英文 上面写着 go ahead 意思呢 就是你去办吧 go ahead head就是头啊 go就是去 go go 按的就是一个a 然后head就是头 go ahead就是往前去走吧 去走吧 结果呢 经理看到之后呢 马上就叫经理的秘书呢 去准备 日程啊 买机票啊 准备到欧洲去了 那天行李打好 准备出发了 被老板的秘书叫住 哎哎哎 你干什么 问他 经理说 我到欧洲开会啊 哦 老板同意吗 老板不是说嘛 go ahead嘛 哎呀 这个秘书说 你来到公司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知道老板的英文程度吗 老板说个外害的就是去你个头儿 佛法当中经常讲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从此岸到彼岸 告诉你们就是一个心 你今天的心想通了 你就到达了彼岸 努力学习精进 就是此岸 广度有缘众生 珍惜人生 就是彼岸 人间的事业 就是你的此岸 如果事业的解脱 就是你的彼岸 袒露自己的心胸 就是此岸 暴露自己的灵魂 去解脱它 就是彼岸 喜怒不形于色 这就是此岸 把生思 超脱度外 这就是彼岸 我们学博人知音懂果 才能修好心 学好佛 我们不了解自己 一定不会了解别人 想要成功的人 先要了解自己 更要去了解别人 讲完了 我每次讲法之后 总喜欢跟大家讲几个小笑话 大家来开心一下 一个人不了解别人 自己去帮助别人 越帮越忙 有个小笑话 说的 有一个人去看病 看骨折 骨折了 结果医生问这个病人 你是怎么骨折的 这个病人说 医生啊 我觉得我鞋子里有沙子 我就扶着电线杆子 拿着鞋子来抖那个鞋 把沙子想抖掉 这时候有一个性急的人 经过那里 他以为我出电了 拿起木棍冲着我就打了两棍 不了解别人 你就去帮助别人 最后是帮不了人 还害了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做人学博 要快快乐乐的学 要好好的学 我们做人要懂得 放开自己的心怀 你们今天 能够不生癌症 你就要想一想 有多少人在痛苦当中 你们今天 还能坐在这里 要想一想 有多少人 还想不通 在痛苦当中 你们今天的眼睛 还能看见台长 你们想到全世界 有150万人是盲人呢 你们想一想 你们今天走路还没有破腿 有多少人 脚是残废的 你们想一想 今天还能快快乐乐的 笑嘻嘻的坐在这里 能够吃得下 睡得着 有多少人看不到明天呢 知恩图报 我们一个人 生活到今天 不是容易的 是有多少人 帮助了我们呢 想一想 我们从小 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们现在忘记了没有 我们曾经伤害过 别人没有 要不要忏悔 所以活着就是幸福啊 今天 杀他阿拉伯的王子 33岁 什么都有 有金钱 有美女 有他的宫殿 他要世界上任何一切都能得到 但是他就是没有命 而我们今天坐在下面的人 虽然我们不一定这么富有 但是我们拥有的生命 我们就是比他富有 因为我们还看得到明天呢 有多少人看不到明天呢 在中国的温州 有一个老板姓王 他四十一二岁就走了 他有几十个亿 上百个亿啊 他搞房产了 最后在上海瑞金医院死的时候说 为什么医生是我呀 为什么是我呀 我有钱 我不怕的 结果走了 他的太太 嫁给了他的司机呀 他的司机跟别人说 过去我以为我们老板 打一辈子工 是为他 我是为他打工的 没想到现在老板是为我打工 因为他的太太嫁给了他 带了八十七个亿 嫁给了他呀 所以有的人有财 但是没有命啊 今天我们不追求财 我们会有财 我们今天不追求什么 我们会得到什么 这就叫随缘 我们今天有自己的生命 那是你唯一的财产 你人间拥有的再多 但是你失去了 你唯一的财产 你的生命 你就一切都没了 所以 珍惜生命 就是珍惜佛法 懂得自己好好地爱护自己的生命 懂得珍惜人生 你就拥有人生 珍惜佛法 我们就拥有了佛法 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sixth 感谢观看